这双胞胎马库斯和卢卡斯真的是太皮了 之前是哥哥马库斯整骨弟弟24小时 差点把弟弟整崩溃了 虽然弟弟没有大发雷霆 但是一颗复仇的种子在心里发芽了 这不终于等到哥哥睡懒觉后 弟弟卢卡斯决定要回赠哥哥整骨24小时的挑战 拿着古风机就敲咪咪进到马库斯房间 然后在马库斯的耳朵边按下了开关 呜呜呜巨大的声响 直接把马库斯吓了一大跳 被哥哥拳拿脚踢赶出房间后 卢卡斯又偷溜到卫生间往哥哥的牙刷上做手脚 这时哥哥正好起床刷牙 弟弟卢卡斯则悄悄躲在屋外看好戏 没会儿马库斯就一脸忧愿的出来 面无表情的看着弟弟 哈哈 瞧瞧他那圆灵色的牙齿 绝对是2020年最时尚的牙色 紧急着趁哥哥准备吃饭时 又在身后按下喇叭 突如其来的骚操作 吓得哥哥菜都撒了 被追打了一番后 弟弟还不停手 戴上一粒假发和剃头推子 跑上前就偷袭马库斯的脑壳 看到地上掉落的头发 马库斯抱走了 瞅瞅马库斯的眼神 估计下一秒都要吃鸟弟弟了 一连贯的整骨 直接把马库斯整崩溃了 可怜兮兮的在